台湾的教育改革今年是第20年了 今天师大就举办了国际学术研讨会 那么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 以谈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造为题发表演讲 被问到柯文哲跟连胜文提出的教改政策 李远哲说对于他们的政见并不了解 但是希望他们做好 身穿黑西装前中研院院长李远哲 出席教改20年研讨会 提到台湾少子话 人口下降是好事 政府不要一直鼓励生育 这个吴部长已经提出很多办法 我想这个是好的方向 让他去努力 教育改革政府互踢皮球 台北市长候选人提出的国教政策 连宣文要提高继职教育经费两成 柯文哲则希望强化社区高中 改善好校长外流情况 李远哲说对他们的政见并不了解 但希望他们做好 另外对于教改衍生出许多问题 有人把矛头指向中研院前院长李远哲 李远哲指出教改只是给教育部做参考 并没有决定权 不应该把全部责任归咎给他 新唐人眼海电视高建人张永如 台湾台北报道